車隊進入六龜假仙山林 陳清麥大客當地水果 連霧木瓜大口大口吃給直播鏡頭看 趁機推銷當地農特產 對偏鄉的照顧 從上次龐佩歐訪高雄 送的六龜茶葉就知道 不過前一天韓國瑜駐鎮柯知恩 喊出讓陳清麥當行政院長 當事人沒中計反酸 將對手移軍 韓市長愛說笑 昨天他的講話裡面 四年前差不多 柯知恩上午下午都在鳳山車隊掃街 指導綠營大票倉 因為看看二零一八年高雄市長選舉 韓國瑜以十一點八萬票五成六 得票率幫國民黨拿下鳳山 但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 韓流消退只拿到三成六票員 蔡英文以超過六成得票率 奪回鳳山 從九月一號的柯知恩大家族 其實就是在鳳山的和樂餐廳所舉行 而且我們的廟口開講 有兩次就是以鳳山為中心 那我們這些議員 其實在地方的扎根其實都非常的深 所以我們就彼此互相的交替來拉抬 鳳山區人口超過三十五萬人 是高雄最大票倉 這次投票人數二十九萬多人 議員席次十五搶八 藍英想保住現任四席 綠營也想四席全上再拉抬 贊綠戰友 用陸戰呢 用雇票雇裝的方式要幫市長雇票 譬如說我們在里長的總部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會喊出某某里長一票 陳其邁市長一票 綠營母雞陳其邁進辦就設在鳳山 挑戰議員連任的林志鴻幫陳其邁守住大本營 選戰策略除了找里長故莊也出動戰車掃街上市民畫蝦 選戰倒數藍綠卯足全力拉票一票都不能少 近新聞綜合報導